大肥推介 控油 去蝕 防脫髮洗頭水 JW 韓國的 現在你們見到的廣告那兩張照片 頭髮的就是一個半月之前我用的洗頭水 未用洗頭水 接著旁邊那張就是一個半月後 剛剛我剪回同一個髮 同一個光源 同一個闊度 拍的照片大家可以互相比較 如果覺得這兩張照片是真實反映到的 可以來打電話聯絡我們 訂貨 食貓山王冰皮魚餅 當然是香港好推動 訂購電話 621-1161 食貓山王冰皮魚餅 當然是香港好推動 訂購電話 621-1161 我帶給尋找 分銷合作夥伴 有興趣打電話來 621-1161 不是來到第二集了 剛才我們才說什麼 要是輕鬆 要是怎樣 現在比較輕鬆 不如先輕鬆 都不是很輕鬆的 其實這個導演的戲 以前就很輕鬆 都不是的 其實說回他在早期 未拍長片之前 那些我沒看過 之前因為電影節有機會看回那些 舊的比較實驗性強一點的電影 看回他以前的風近 跟現在是相差很遠的 以前都是玩悲劇的 以前是玩鬼怪的 因為以前那些日本電影 其實拍實驗電影 都是比較恐怖一點的 其實說的是似有私靜 如果大家應該有看過他的電影 一定會記得這個 《五角撲水的少年》 還有《喇叭書院》 還有《暖想春樹》 頭那兩套經驗一點 《暖想春樹》可能也有一點 其實頭兩套 之後《開心直寒》 《直寒》 還有另外還有 我忘記了 電影節做的那套 叫做《鐵甲奇俠G》 這幾套可能比較少人看 因為頭那兩套 喇叭書有多少香港是可以收到的 其實《五角撲水》那時候 就因為未有人認識 少年之餘也都未有人認識 《七封無充》 其實那時候 那時候《魅雄》 還有《玉木云》 《玉木云》有她嗎 《河童》 我忘記了 《玉木云》 所以那時候的《千秋王子》就是她 其實我經常把她和《三谷》行戲都很亂 《三谷》行戲都很相似 但其實《三谷》行戲近年的電影 一來不得之二 而且題材開始嚴肅了 其實《似乎似乎》也是 近兩套的題材都嚴肅了一點 但這一套我覺得她是可以 我覺得算是 回來了 回來了 我記得那時候看《五角撲水》的少年 是笑到在戲院我蹲下了 《柳馬》那時候還要在電影中心 還沒裝修之前 張鐵人就不知道是很窄的 我怎麼蹲下呢 張鐵人就蹲下了 其中一場我想你也記得 就是在泳池準備第一場跳韻律舞 之後又斷了心機 我忘記了 那場完全是笑到一些演藝 因為我認識她第一套是看《喇叭書院》 看完這麼正 我才找到 《喇叭書院》真的很正 《喇叭書院》 《喇叭書院》最後一場演奏 她也很認真 但其實第一場一起走音的時候 是很笑 而且要學習怎樣去吹那些管弦樂 要不要吹喇叭 也是一班集牌軍 也是做同一件事的熱血故事 其實她很有趣 每一部電影都找到一些 當時比較沒有那麼紅 即是開始紅的 那時候上野樹里也還沒紅 那時候 還沒紅 之後《開心直行》 《寧賴魚》剛剛紅 剛剛紅 剛剛紅 之後《鐵甲》 《奇俠珠》就是《吉高尤利子》 那時候都是剛剛紅的 是唯獨《暖水春雪》 《詳澤》就已經紅了 即是叫做紅了 那時候紅了 現在這一套 這一套我真的不知道是誰 那兩個真的不知道是誰 但另外兩個最主要的男女之外 就真的好 即是《心准河里》和《小藥是文細》 其實這次也不太好玩純喜劇 也有少許小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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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俊珠》的感覺 那說一下故事 其實是甚麼 故事其實很簡單 很簡單 即是說他們 突然停電 是東京來的 是東京來的 東京突然間說 他們不止沒有電 還要沒有水 應該這樣說 其實當現在這個很發達的社會 任何人都用電 無論是上班下班 你要坐升降機的 你要用電話的 都是需要電的 但很壞不壞 第二天不僅是電梯沒有電 連電話也沒有電 連個鬧鐘也沒有人 連個鬧鐘也沒有人 連個鬧鐘也停了 那才糟糕 其實日本人 大家都很循規 到他自己的工作 或生活的規矩 時間 所以其實 在那個 突然間沒有電的時候 其實破壞了 整件事的規矩 所以就令到他們 突然間又無法上班 又無法上學 那怎麼辦 然後他們 他們整家人 就要 開始感覺到 家裡的附近 都不太能住 要去找鹿兒島 有沒有記錯 總之他去另一個地方 就投靠他外府 原來 藍珠的同學 又不適合牙 誰知道 如果你在東京去到鹿兒島 如果你認識日本的地 都很遠 你沒有交通工具 沒有電 沒有水 什麼都沒有怎樣過去 那就是這個故事的重點 沒錯 就是看你怎樣走過去 或者怎樣走過去 其實那個故事 都想包裝一下 一家人的成養故事 其實我們還沒說一套戲名 叫求生走路family 還沒說就是 還沒說 想你醒不起來 這樣就正在做了 這套戲 正在做了 其實看完這套戲 我又很諷刺 剛剛看完很久 澳門又發生了 剛剛翌日 其實看完之後 過兩天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澳門 他跟我說的 其實跟套戲 有點相似 也是 我有些朋友在那邊 因為 你可能想 沒有電 就沒有電 但你沒想到 沒有電背後 會衍生到很多問題 好了 你沒有水 為什麼會沒有水 因為泵水 泵那些全部都沒有了 那你又沒有水 又沒有電 又沒有能源 而且你溝通不了 可能現在大家 很簡單 拿完電話 找到人 你沒有電 你不敢充電 沒有電 就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我朋友跟我說 澳門發生的事情 好像跟這套戲不莫而合 都很諷刺 因為我記得 那時候我都問了一些朋友 就是 基本上 其實我想有些少不同的 就是 這套戲裡面 這套戲有關的 就是戲劇性化 但因為澳門 你因為打風 打風才能看到這件事發生 其實去到那個情況 就是原來 看到整個紋身 大家都很緊張 你沒有電 還有一些人性的事情出現了 出現了 你難道為了賭場 就不掛爆風球嗎 是的 有些類似人性化的事情 就是你要為了自己生存 為了求存 你怎樣去自私了自己的人 因為這套戲裡面都說了很多 其實無論你平時怎樣做事都好 你表面上怎樣對人好 但其實你背後都是因為為了自己的生活 也好什麼都好 就會自私了 無論你是買東西 平時買五元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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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買不買 你也要買 你也要買 還有他講的一件事 有錢不是萬能 當你去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一幕是說 已經沒有錢到要倒退到以物易物的階段 有些人去跟阿嬸換米 然後有個人說 我給你一輛跑車 你換一包米給我 那個阿嬸說 我要一輛跑車 你也開不了 我給你一輛錶 你那輛錶也動不了 就是 他諷刺這件事是挺有趣的 也挺現實的 也挺現實 還有我很喜歡 他其實設想到很多 沒有電影之後衍生到的問題 例如看預告片 搭不到車 不能用電話打 做不到工作 走樓梯 到了後來 原來你沒有錢 連跪完機也不能用錢 然後你想搭一些JR JR又死了 你背後衍生到很多問題 其實他的設想 我覺得是挺有創意的 還有我覺得 他不是主要說裡面的主角 有些像公路電影 像的 因為他慢慢是帶出來 但是整班人 因為他又不是同一時間 是整班人 他不斷遇到不同人 即是公路電影 你去到這個地方 遇到這班人 但去到這個地方 可能遇到一群人 大家不同狀態的情況之下 會是怎樣去面對 現在這個無電的情況 原來不只是你遇上 基本上 每個人都遇上這件事 我挺喜歡 通常你去到這些位 如果你變成一些 荷里活的戲 就應該是人性百出 殺來殺去 但他又不是 他那程度是很和平的 大家很開心 不如沒什麼要做 野下餐 在旁邊就拔些草來吃 我很喜歡他的一幕 是說 你去到這個地步 你想吃海鮮 是怎樣吃的 怎樣吃就不飽了 你那個創意 你看到一個這麼悲悲的環境 你看到他想到創意 就會笑 其實我越看的時候 如果香港都發生這些事 會怎樣 真的很難去形容 日本一個這麼密集式 其實他的故事是講全球 不過他是專注於日本的事 這麼密集式的情況之下 你又怎樣呢 所以我始終他是設想 整個處境方面的設想 真的很前衛 我覺得他是想到一些事情 還有我覺得其中有一場 我是挺想哭出來的 有一點感觸的就是 可以說一些 其中有一個人想偷水 但其實 當然你也是想保住自己的食物 不用被人偷 但當原來發覺那些水 原來是有另一個用途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其實 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 都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其實你自己可以照顧自己 但是其實 有些人是無法照顧自己的 所以其實那一場 看到的時候都會有一點點 是哭著哭著 其實有很多位都會看到 是有一點點哭著哭著 是很不開心的 其實《廁所思政》的戲 某些戲真的會這樣 你看一下會有一點點 哭著哭著 但又不是 看一下又突然會被你笑 他又被你笑 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是他的技術 他有很多 其實他是很 怎麼說 他會很聰明 去到很多 你想哭 他很悲劇 他又飽了一句笑 是啊 他很多位都是這樣 講回鐵甲奇合之這套戲 其實講老人 整個社會已經開始 老人老人老人的年紀開始增長 其實老人家怎麼去社會生活呢 其實有一點點 他很諷刺現在社會的狀態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在這個社會 大家都這麼依賴這個電子的情況之下 有一天 你真的沒有電了 你會怎麼樣 不像我們現在有冷氣涼著 又可以下街有巴士坐的方面 因為他想到這件事情 可能現在 因為他爸爸 男主角 以前的人都做到 為什麼我們做不到 但是可能 你現在都市人 是完全習慣了 這一樣的 生活 你突然間沒有了這些能源 你真的生活不到 即是以前你上班的時候 每個人都沒有電腦 以前的東西全部都寫了 現在你全部寫了 全部都寫了 全部都寫了電腦 你現在要做事怎麼做呢 開電腦 你的電腦洗了 做不到事 做不到事 每個人都坐在辦公室 不知道做什麼 而且是很諷刺 每個人可能上班駕JR 駕電車 但沒有想過突然發生了什麼 他的單車是可以貴到 是啊 那些單車又貴 最終是你有錢 就買單車 你沒有錢就走路 就走路 幸好幾個主角都叫做 找到單車 幸好地 但那部單車又會發生了很多事 因為當你全副身家 你的目標 你的生命金 錢又壓不到的情況下 你真的靠單車 但如果單車一有什麼意外 你都是糟糕的 這個又像有些人的戲 中間是總有一些 總有一些意外 近親自己的東西 會遇到一些意外 永遠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是 都是自己的一個風格 一個風格的東西 還有今次都叫做 我覺得跟《戀上春樹》差不多 都是說一些很大自然的一些 都是 一些議題 可能你現在都是人生活 你不會去關心 到底大自然發生了什麼事 但當你去到沒有了能源 沒有了電 你就真的要 可能自己去殺隻牛來吃 殺隻牛成豬 豬 豬 他又很喜歡玩豬 每一套戲都要玩豬 每一套戲都要玩豬 上次也是 上次也是 喇叭書也是 喇叭書也是 很喜歡玩豬 可能你看到有很多笑話 但是你背後就想 當你沒有了這麼方便的辦法的時候 你要生活 你就真的要跟大自然 學會怎樣去相處 都說了《戀上春樹》 就是他之前 講完那一套 剛才那一套 就是那隻豬之後 你覺得原來那隻豬在那裡 有人以為 可能這麼幸運 可能上天給了那隻豬 就可以吃了 但原來背後又不是 你殺了一隻豬 你怎樣劏呢 你怎樣劏呢 劏了之後又怎樣 原來也喜歡別人的 原來又要付出代價 又要付出代價 那又怎樣做呢 還有就是 就算你懂得劏 懂得切肉 要怎樣去保存 都有學問 我沒想到這件事 那我真的猜不到 我真的猜不到 原來可以這樣 透露了一些葉肉的風光成份 可能我自己有很多市人 我自己沒想到 如果你去到這個環境 你真的可以用這個辦法 去保存一些肉 還有那裡我也是寫了 有一點感動 是說她的女兒 一拿起那塊肉吃 是她自己都 眼濕濕的 她自己都很感動 還有有些事情 就是你雖然對別人 可能別人對你不好 但其實你想回一層 其實大家都在遇到同一個情況之下 其實大家都在保護自己 她都是想保護自己的財產 家禽 其實到最後 她都會看回 其實人和人之間 都是要互相合作 或者互相照顧大家 其實到最後 都是大家一視同仁 其實根本就是 還有一個小小 是帶出一些獨居老人的問題 其實都有的 她說她這個豬的家庭 就是豬的主人 一個獨居的 那些兒子都離開了 還有我很深刻 是開場 很久她有一幕 說她在樓梯 看到一個審廠好像 是 她走過 你沒事 我審說沒事 然後她就離開了 但誰知道 她很多事情可能輕輕帶過 但因為一個所謂的災難 意外 可以看到很多社會上不同的問題 因為這一套 其實算是一套災難片 其實也是悲劇 我想說是挺有趣 一套災難片 應該叫末日的戲 其實你沒有喪屍 沒有怪獸 沒有恐怖分子 其實這兩個小時 你都看得很緊張 其實是很簡單的 沒有故事就很簡單 你沒有想過是簡簡單單 我可以這麼說 連特技都可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特技 純粹可能是沒有幾件事 但到最後原來 你是靠一個創意的故事 可以跟你講 是 還要原創故事 你想一想 其實她在創作方面 我覺得是很千奇百化的 都還沒失手 都還沒失手 中間那兩套戲可能有少少失手之外 但其實其他戲都未試過這樣失手 這套如果你說失手的結局 是完結有點急 也是 那個轉折位 其實你都猜到應該不會這樣 但其實這套戲也不長 也不短 也不短 去到後面是完結有點急 解釋整件事 都不是那麼自然 但我都OK 很快 都接受的 我覺得這套戲最主要 除了說這件事 剛才我們所說的那些事 都在說其實 一個家庭之間的成長過程 因為你看回一套戲 開始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依賴電視 電話 或者聽著歌 每個人都這樣 很疏離 他們自己 想不到因為一個意外 一個家庭四個人都在一起 其實大家都會明白到 就是說原來電子東西 會令到一個家庭的交通 是會 那個距離會抹得那麼開 但當因為沒有這些 你逼著要四個人面對著 一起去面對一個困局 之前就會走在一起 還有我想說一下 這次除了剛才所說的 心中貴理和死亡去文誓之外 我覺得他們兩個 這個配搭有些奇怪 都差很遠 其實真的差很遠 但又做到 但我想說是其中一個客串的演員 這個不要告訴誰 我想都很久沒有看他的演出 沒有想到無緣無故 但其實他的credit度在裡面 海報也有 海報也有 但我沒有留意到 所以你們自己看誰 那一場都是有些轉折位 其實都在說一些怎樣去求全 怎樣去生存 當你一群人這麼晚 就說到他們 我可能要去市場拿貓糧來吃 但我看到有群 你一個家庭有這麼空 坐在那裡 野燈 還可以穿單車服 還要吃得很健康 不如我們又試一下 這個位置是挺有趣的 還有我想是處於哪些不同的態度 我想那邊的人可能處於一個積極的態度 其實可能只有小眾人是積極的 但其他可能有八成人 可能是一個消極的態度 就是一心就是為了要走 叫做走難 找個地方 其實你沒有想過走去 可能那個地方都不是 還有可能有機會 就是你去到那個地方 剛才你所說 未必還可以求全 也可能不理了 不理那麼多 走 怎樣都要走 你走我就走 大家都有一個心態 就是你走我就走 走去某個地方 大家怎樣都不知道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有一點反諷之餘 其實在廁所思政的戲裡面 他也是挺勵志的 他每一部戲都是這樣 他根本是一拍勵志的 是啊 其實說回他以前 他剛剛拍的實驗電影的時候 他又不是喜歡玩這些東西 他是喜歡玩一些鬼怪的東西 一些鬼片的東西 但他想不到一拍五角撲水的少年的時候 而且我覺得比較少這類導演 是拍這一類勵志性的電影 在日本 其實不算多 但又想不到他在十幾年 一直拍都是拍這類電影 他真的沒變過 他真的沒變過 三國行喜都是 但是三國行喜 你想想 以前我真的經常撈亂他 以前是爆肚風雲 爆肚風雲很好笑 爆肚風雲我很喜歡 還有黑幫有一個荷里胡我也很喜歡 黑幫有一個荷里胡是兩多小時 但我覺得不像兩多小時 笑得到 笑得到 但其實在說你近期 還有一套打官司 那套 尹貴打官司 那套已經開始回答 已經有少少跌鑊 還有他之前那套清水會議 都已經 我都是有點悶悶的 可能我們不認識他的歷史 也有機會 他玩一些歷史人物的笑位 都是的 其實是 但是你說似乎施政 他這一類的笑片的格局 到現在都還能看到 這套其實很老實說 你不可以想像以前那樣 由頭笑到尾 但他突然突然爆出一兩句笑位 都挺精進的 我覺得有一個笑位 真的很好笑 可以說少少的 就是爸爸和女兒說 為什麼這個時間大家走爛了 你還戴著假的眼睫毛 之後他女兒不出聲 指一指他爸爸 其實他沒有說任何東西 但當有看到故事的時候 大家都明白他在說什麼 其實大家要看的時候 真的從頭開始看 不要脫任何一場 因為其實他有少少是 叫做引述之前的東西 有少少伏線 你猜不到一個這麼小的位置 可以做到伏線 這件事真的想不到 講完這套日本片 我們下一節回來 又再講荷里活的戲 講了兩套 下一節 下一節再見